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Yo this is 阿道夫 相信大家到了這個 夏天的時候呢 無論是工作食慾上面 都會特別的煩悶 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南部 映陽高照的天氣啊 可以說是讓人家受不了 然後動不動又來個颱風 是讓大家不甘其勞 那今天給大家帶來一道 非常清爽的料理 不論你在外面工作 自己住 單身 沒有下過廚房 都可以自己動手做 不用害怕廚房會爆炸 沒有廚藝經驗的人 也可以在家裡自己動手做 絕對適合大家夏天的時候飲用 不論你配什麼料理都非常適合 早餐 中餐 晚餐 都可以搭配 這道料理呢 名稱非常的響亮 而且非常的好記 不會有太多浮誇的名稱 所以我們今天這道料理的名稱呢 就叫做 冰湯 沒錯 它就是一個非常清爽的湯品 適合在我們夏天的時候 吃飯完 吃早餐 吃完早餐以後呢 都可以享用這道料理 甚至做點心 以及營養的補充呢 對身體都有非常好的幫助 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食材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配料 以及我們的主食呢 通通都在這裡 就是鹽巴 還有這個 我們家裡面自己都會準備的這個冰塊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就自己去超商買 冰塊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在口味上 也會有些許的差異 所以我建議大家 冰塊自己動手做 那當然我為什麼不自己動手做呢 大家就不需要問太多 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冰湯的這道料理要如何製作呢 非常簡單 那待會我們先準備一下我們的 把這熱水燒開的同時呢 我們先調配一下我們的這個配料 我們今天這個主食 我們今天這個主食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 就是這 就是這精靈剔透的冰塊 可以說是今天這整道料理的 畫龍點睛之筆啊 我們今天這道料理的 punch line 就是冰塊 我們先把它加到這個碗裡 那待會我們熱水燒開的時候呢 再加入熱水 然後再做一些其他的調配 讓我們燒烘不燥的等待熱水 好 我們的這個熱水已經燒開了 接下來就是這個整個湯裡面 最關鍵的步驟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關於時間跟速度的掌控是非常的重要 插一步 這整碗湯可能就會毀在你的手裡 如果你晚了一點點呢 這個湯的溫度整個就不對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這個 非常關鍵的步驟 那我們現在開始 加入我們的熱水 哦 順帶一提 我們今天這個湯的好處呢 完全不需要使用到瓦斯爐 所以 不管你是小朋友 還是老人家 還是沒有下過熟的媽媽 通通不用擔心 你們家的廚房 不會因為你煮一個湯爆炸 所以這道料理可以說是 經濟又實惠 又安全又可靠 然後又非常的養生 以及美味 集所有優點於一體的 一碗湯 為了捕捉這關鍵的一刻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如何做出這一碗 美味的冰糖 那我們現在加入熱湯 好的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一個人想用的話呢 這個湯 千萬不可以多 這樣子 剛剛好 加入熱水以後呢 輕微的攪拌它 輕微的攪拌它 攪拌到完全都看不到冰塊的時候呢 就可以停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晶瑩剔透的湯底 這才是 完全零負擔的象徵啊 好 接下來要加入我們的配料了 那我們剛才經過了這個 這個繁瑣的步驟以後呢 我們只剩下兩個步驟了 剛才這個 非常關鍵的這個步驟已經結束了 大家可以開始放鬆你的心情 加入你想吃的配料 那我們先加入一下我們的配料 大家看一下配料 非常的養生 絕對沒有負擔 非常清淡涼爽的這個湯 絕對適合 任何的搭配 我們這個湯煮好起鍋了以後呢 一定都要經過的一個步驟 那就是調整它的鹹味 加入我們這個 鹽鹹海鹽 這個鹽巴使用的時候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好的鹽巴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鹽巴帶你去洗身 好的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湯呢 稍微的攪拌一下 稍微的攪拌一下 讓它完美的結合 完美的結合 達到一個美麗的平衡 以及美味的 別用一空氣 那我們今天的湯呢 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使用這個湯底 我們這個湯還有一個好處啊 一般的人喝湯 喜歡用湯匙 那有的人豪邁的呢 把這整碗湯拿起來 因應而進 可以 都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使用湯匙 慢慢的 這整個涼爽的湯底 帶出這整個涼勁 以及這美味的配料 可以說是相當的舒服啊 而且喝進嘴巴裡面 不會有那種 非常膩的感 絕對不會有那種油膩感 也不會有死鹹的問題 要為大家試一下這個配料 大家可以聽到這個 爽脆的配料發出來的咀嚼聲 非常的樂盒 當然裡面要是 如果不喜歡這樣子喝湯的話呢 這個湯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湯還可以用吸管喝 絕對不會沾手 也不用怕把家裡面弄到處 油膩膩 可以說是一舉數的 在這炎熱的夏天裡面 如果在家裡面 自己煮一碗這樣的湯喝 是不是特別的涼爽 然後人都涼了起來 連冷氣都省了對吧 由於我還沒有吃早餐的關係呢 我決定今天給大家介紹一個 法式的吃法 我們今天這個經典的法式早餐呢 當然不能少了我們這個 法式的經典美食對吧 一定要配合這個 營養滿點的法式麵包呢 才能補足我們一片 躲虛的精神 很好 look 現在這個是法國麵包呢 切足一公分厚 我要支撞一下 我們把很高小心 搭配我們這個美味的冰湯 簡直就是絕配 那我們平常呢 這個法式的吃法都是 這個麵包搭配他們的濃湯 那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呢 就用我們這個冰湯 來代替濃湯 我們沾著吃 別有一堆風味 這道料理呢 推薦給大家 只要你是在家裡面 想下廚 時間又少 然後又怕麻煩的人呢 這道料理可以說是非常的適合 吃了這個早餐 有一種讓人家 身在台灣 人在法國的即逝感 而且這個湯很奇怪 它的賞味期保鮮期 竟然跟這個麵包一樣 放它三天三月 它都不會變味道 但是記得要放冰箱 味道完全不會變 有的湯呢 最怕的就是隔夜了 你一旦沒有喝完 這隔夜的湯喝起來 整個就不對了 但是這個湯呢 經過我精密的測試湯 你就算放在冰箱三天之後 忘記了 它的味道 絲毫沒有改變 這就是這道料理神奇的地方 吃完早餐 來工作 這法式的我的味道餐 就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我會聽你嗎 有種未來的